第二集 哈囉哈囉 好久沒有跟大家有一些影音的互動 那基本上 因為我最近比較兩頭忙 可能三頭忙 因為一個工作 然後又要結婚 然後又要搬家 所以就是到處盲目的結果呢 就比較少跟大家互動互好演 但是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很忙 然後大家每次看到我還是說 欸小嶄小嶄為什麼你看起來 就是皮膚還是這麼的發亮 然後這麼好 然後又這麼清透 看起來非常有活力 我覺得其實對於皮膚的話呢 每天的基礎保養當然還是要做 像是保濕啦 這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早上起來就是要趕著上班啊 什麼的 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快速的化妝方法 那自從有了氣墊粉餅的發明以後 我覺得我幾乎都是仰賴它 那我最近用到一個非常喜歡的 就是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手上這個 蘭蔻的雙層氣墊粉餅 它是 一般我們平常就是 看起來的包裝嘛 氣墊粉餅的包裝 那我很喜歡它的原因 因為它一抹上 就會有發亮的感覺 會有一個發亮的 就是美肌感 你在按壓的時候呢 就會淺淺的 可以直接在臉上補妝 塗給大家看 看有那種透亮的感覺 亮亮的 就是皮膚整個都在發亮的感覺 很像燈光打的一個蘋果肌這樣子 這真的很可愛喔 看我的透亮皮膚 而且我覺得氣墊粉底 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發明 因為不像是一般粉底液啊 會讓人感覺 雖然說看起來很透亮 但是還是覺得 臉上有一層粉厚厚的在臉上 不能呼吸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只要用了氣墊粉底 你都會覺得說 我的肌膚還在呼吸 那基本上我覺得 能找到這樣子的氣墊粉底 就很不容易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帶著它 然後每天都這樣 補補補補補補 對啊 讓自己有點氣色 尤其是可能去發喜病的時候 很重要 要跟長輩吃 就是要給長輩說嗨 可能就在車廠先這樣補一下補一下 然後就會有一個 散發一個很透亮 很光澤感 但是 就是瑕疵 又很注意到的 就是都有遮瑕到的一個 感覺 就是有活力的樣子 然後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很推薦 跟我一樣工作很忙碌 不一定是要結婚啦 跟妳一樣工作很忙碌 然後生活很忙碌的人 都可以試用看看這個 雙層氣墊粉餅 它非常好用 真的 但是它的頂部 非常好看 呀 還有一些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